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有的朋友肯定想问 因为你都是为的什么 让他们的分辨那么好 都多久没做预防啊 很久没做预防了 更不要问我有没有蛆虫 我从来不给鸽子蛆虫的 看这分辨 你要说一个那样 这都全部都是这样 是不是 最后告诉朋友们绝招 这都是当清理的 昨天晚上 就包括这一只 八号龙 八号龙这个公鸽子早一段时间 有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吧 我问朋友们 我说 看这只鸽子拉西 老子不好都随便 你看结果他也慢慢的恢复了 只有个别的这种分辨了 就证明他有好转 因为他在喂喂幼崽嘛 还要是拉脸西便 我都认为是正常的 保健杀咱一定要给的 如果鸽子保健杀不给的话 是不行的 咱龙养鸽子不像是放飞大自然 他们自由的活动 那样保健杀他们可以在 大自然里找到 对吧 野外能找到 咱关在笼子里面 你不给它保健杀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鸽子在海面不行 这要注意了 有几坨就不行了 这个就需要注意 外面看 我弄了个净水器 这人家扔的我捡过来 然后这边接的是水管 这里到了这边 全部净水净化了一圈 然后到这边进来 看我又开这个管子会冻 看是吧 哎呀你来了 昨天晚上弄完了 放在里面净化水之后 再放在那个里面 存电一晚上 都是这样用 以前是自来水 放在里面存电 再直接用净水器的 这样对他们的健康 真的会很好 看这下分辨 分辨 你们羡慕吧 如果是 地下水的话 直接抽出来 电机抽出来 我感觉是不需要净水器的 因为城市里面养割的话 这个自来水它都是有漂白粉的 让水质变得更轻嘛 对不对 咱那个地下水是没有放任何东西的 是可以直接给各自饮用的 朋友们我说的对嘛 感觉到油油说的对的 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